據官方通報 9月1日深圳新增87例陽性病例 由於中共一貫隱瞞疫情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1日深夜 包括深圳前海蛇口自貿區醫院 羅湖區人民醫院 中山大學附屬第八醫院等多家醫院發熱門診宣布停診 官方並調升風險等級 將富田區富田街道 南園街道 園嶺街道 相關區域多個街道劃定高中風險區 要求深圳居民非必要不得離開深圳 卻需離開的需持48小時內兩次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坐計程車 網約車 一律掃所謂的場所碼 有市民表示 所在小區有密接 因擔心被封 大家瘋狂搶菜 昨天菜都搶完了 說要封嘛 今天也沒見動靜 但是就很緊張的 這些市場關閉了 還有呢 比如說到藥店去買藥 密碼還不行 還要有那個 藥鎖碼是要掌握你的出入的地方 該市民表示 因無法掃藏所碼 買不到藥 他痛斥這種管控非常瘋狂 我昨天我們小區的一個藥店 他說不能買 因為我是沒有微信的 微信在李文亮的時候就被封掉 就沒有辦法賣給你 他說要不我下班的時候 我順便送到你家門口 就等於是什麼呢 就全國好像就只有這麼一種病了 別的病連藥都買不到 非常瘋狂的 另一名開網約車的市民表示 很多街道被封 生計大受影響 新唐人記者陳潔 李珊珊 王子珍 採訪報道 到時到時到時候 見到時到時到前面 兩位就替你壓得訓練 所有人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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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前面